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哪里来 将会到哪里去 事实上 对于将会到哪里去这个问题 人们更多的其实是期待和稀进 毕竟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谁也没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所以人类从哪里来就成了迫切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在科学尚未萌芽的时期 神学思想统治着一切 人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 其中也包括聪慧的人类 但这个观点并未持久 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紧密 科学思想开始逐渐萌芽 19世纪下半夜 巴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犹如一身惊雷 彻底结束了神创论数千年的统治 让人类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书中指出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是由更古老的物种 一点点演化而来 比如人类的祖先就是一种古源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 进化论被无数科学家修补得越来越完善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人类的确是由一种古源演化而来 然而这一结论虽然科学并且证据极多 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仍有很多人对此结论高度怀疑 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怀疑的并非地球生物间存在演化 同时也不是怀疑人类的祖先是古源 而是怀疑从古源到人类的演化过程中 曾经受到过某种引导 正是这种引导让人类开启了智慧 继而发展到现在的程度 事实上不只是普通人有这样的怀疑 就连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同样也这样怀疑 生物学家凯瑟琳·波拉德曾表示 像人类这种异常保守的DNA序列 在600万年的时间里连续突变的概率 近乎是零 如此一来问题便出现了 从古源演化到人类的这段过程 究竟是自然演化还是真的 被干扰过呢 如果曾被干扰 那干扰演化过程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虽然答案很颠覆认知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 真的不排除这种可能 甚至有人怀疑 人类不过是被投放在地球上的试验品 2013年 费森科夫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在学术期刊 ICARU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论文的标题为遗传密码中的信号 他们在文中表示 人类本质上是另一种生物的基因工程产物 而诞生的时间大约在几亿年前 他们强调 基因工程并不一定非得在地球上完成 大概率是从极远的地方 发射一串密钥到地球 然后触发人类祖先的某种DNA改变 从而演化出拥有智慧的人类 同时也有可能是在地球上 撒下一些诱导成分的外形遗传物质 然后通过这些物质改变人类的演化方向 或许这些说法有些像科幻电影中的情节 但是它确实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 其中就包括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 它是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 人类的DNA中隐藏着人类是被设计出来的证据 这个证据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神秘数字 三七 两位科学家计算了人类DNA中的每个氨基酸的核子数 每个氨基酸基本结构以及测链的核子数 然后对数字进行排序并将其相加 在进行此操作后 他们发现三十七作为除数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比如测链的核子总数为333 而333等于37乘3的二次命 再比如所有嵌断核子的核子总数为592 这是37乘4的二次命 再比如氨基酸中的核人总数为1110 而1110等于37乘30 当然不仅仅是上面说的三个例子 人类的DNA中还有极多地方出现了37 或和37有关的数字 对于这个神秘的重复出现的数字 科学家们最开始以为是巧合 但经过缜密的模拟运算 这种巧合出现的概率惊人的低 大概仅有十万亿分之一 事实上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 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大学的数学家 弗拉基米尔·谢尔巴克 和物理学家马克西姆·马库科夫 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诡异规律的人 早在他们进行相关研究之前 已经有数位生物学家注意到了这奇特的一点 言归正传 倘若37这个数字真的像两位科学家猜测的那样 是一种签名或记号 甚至是智能设计的证据 那么究竟是谁留下了这个记号呢 又是谁设计出了人类呢 该理论表示人类当前区域实际上是外星文明的试验室 就如同人类不会让试验室中的小白鼠和外界老鼠有联系一样 他们将人类锁在了这片区域中 对外星人和外星文明相关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应该知道 人类已经在茫茫宇宙中呼喊和寻找外星生命 有大半个世纪的时间 但基本上是一无所获 人类仿佛是一个身处无尽荒漠中的孩子 无论怎样的哭泣和呐喊 周围也没有半点回应 为了解释这种不合理的情况 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细思疾恐和颠覆认知的理论 动物园理论 该理论认为地球是高级文明的动物园或试验室 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 都是动物园中的动物或试验室中的试验品 身为动物和试验品 高级文明肯定不会让人类和外界取得联系或产生接触 所以人类所有的呼喊都没有任何回应 这个理论的内容似乎和两位科学家的发现有所契合 此时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现实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或者说现实是不是真的如理论所说的一样 当然在没有其他样本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说该理论是现实的可能性为50% 但一个真实的例子的存在似乎能为它增加不少可信度 在印度洋中有一个被称为北少冰岛的地方 岛上生活着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土著 之所以说它们具有传奇色彩 是因为在人类已经探索星辰大海的现在 它们的文明进程仍然停留在石器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 停留在石器时代并不是它们自身的主动选择 而是这座小岛与世隔绝了数万年 深处小岛的它们根本不知道外界在不断进步 因为与世隔绝太久 它们的身体无法抵御外界演化数万年的细菌和病毒 为了保护这群真正意义上的原始人 那座小岛被划成了禁区 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进入 科学家们只能在外面远远地观察它们的发展和社会形态 就这样 这座小岛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人类实验室 或者说人类动物园 这个角度来看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就出现了 此时此刻 会不会也有人正在默默观察着人类的发展呢 一如人类观察着岛上的土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到视频下方 留言 讨论哦 谢谢观看